第一次的入球領先1比0 下半場下二次要加強攻力 羅密堅尼也進來 火拍著迪科爾打雙箭頭 收散巴塞隆 上場B隊11個退下火線 下半場換入更加年輕的C隊 11個落場 看到這邊到市東 遠射好色也被省中人 看到一隻摩迪開的角球 彎到過來後面 尖光達側一批 就是頂中了這個球底 尖光達下部場進來 之後先打中堅 及後打左閘 巴塞隆拿下部場更加換了11個球員 看到現在碰球 右翼的球員謝芬輪 都挺搶鏡的球員 回到後面,莊娜分道士山道士 避回環機達一下遠射 模式也是抽高 下半場 巴塞隆拿有 經驗豐富一點 除了門匠的賀西芬道之外 就是中場的基達 這裡有反擊機會 看到下半場很活躍的謝芬輪 這個球是吸入中間接影隊友的傳送射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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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然後看到這邊就是阿朗年龍 這下其實是造成門前一輪的混戰 因為主要阿朗年龍一出這一刻 幫省眾人改變方向 省眾人覺得艾斯帕新癲 結果搞到中間河西芬道也有少許論準 最後摩迪的寶石也是不行 然後看到這邊就是奧利奧 奧利奧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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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場熱刺方面,將下套始終由中堅位置而纏在中場 到比賽尾段,熱刺在左邊,丹尼路斯製造了不少攻勢 但最後破打也要勞煩,就是年輕球員後備入緝的利華摩雅 接引雅蘇艾角球的左套程中,先來自短角球的攻勢 由於基尼回到後面,雅蘇艾角球衛球上來,這球球球沒有要位 利華摩雅沒有越到位,加上套始奔道也稍微慢了一點 最後利華摩雅搶快套始奔道一步之下,投卻頂入空門入面 當時利華摩雅後面入緝都不知道有沒有兩分鐘的時間 最後見到迪科爾還有一次射球機會,可惜也是散眾人 最後下半場熱刺迫和巴卓龍一度